最高可以到6200K 還算OK的調整區間 那我們的明度呢 亮度啦 亮度的部分我們可以從 0% 1%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分享 那我們就來深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它的所有功能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從 CCT模式開始 那麼CCT色溫可以從 3200K一直調到 6200K 那我覺得算是還OK的 色溫調整空間 那我們的明度呢 就是我們的 Dimmer 我們可以從 0% 1% 慢慢慢慢的增加上去 所以我們最暗就是1% 不會像有一些便宜的 這個攝影燈它可能最暗 OK那接下來 OK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 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台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布丁口袋燈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布丁V2它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所有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這個布丁V2的所有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這個布丁V2的所有功能 那我們就先從CCT模式開始 那我們的色溫調整可以從最低的 3200K一直調到6200K 我覺得算是還OK的色溫調整空間 那我們的明度呢 那我們的亮度呢可以從0% 那我們的亮度呢可以從0%開始 1%1%的慢慢增加上去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一開始就是15%甚至20% 就你沒有辦法很暗很暗 那這一盞燈是OK的 它可以從1%幾乎沒有亮的亮度開始 那它的亮度調整呢 它可以從1% 那它的亮度調整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增加到100% 那它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口袋剩 那它的亮度呢可以從0%開始 那這台 那它的亮度調整呢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大概從10%開始 然後一次跳就可能5%5%之類的 那這個可以1%1%慢慢調整 而且你如果要非常非常微弱光線的話 它可以只有一%就還蠻好用的 那它的亮度調整可以從0%開始 1%1%1%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開始就是10%或15% 20%之類的 所以在暗部 你想喔 那它的亮度調整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開始就是10%或20% 所以就是一個很亮的狀態 那這一盞燈 那亮度調整的 亮度調整的部分它可以從0%開始 亮度調整的部分它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就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開始就是15%或20% 很亮很亮 那你沒有辦法拍攝一些 它不會像是一些 它不會像是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像是 它不會像是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一開始亮度就是15%或20% 在拍攝近距離的時候 可能就會太亮 那這一盞燈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這一盞 那這CCT模式 CCT模式左邊按 那這台是RGBWW攝影 那這一盞是RGBWW的攝影 補光燈 所以它可以來調整 那這一盞燈是RGBWW 所以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 我們給另外光例 那這一盞 那這一盞 那這盞 這邊就是 那這盞 國難 這個天津 這一盞 這是RGBWW的 那這一盞 是RGBWW的 那這盞 是RGBWW的 所以它可以來調整 這盞 這盞 是RGBWW的 所以它 那麼 這一盞 是RGBWW的 那這一盞 是RGBWW的 RGBW的口袋攝影燈 這一盞是RGBW的口袋攝影燈 所以它也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Green跟Vegenta色偏調整 怎麼樣? 圖長中的接觸性 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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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他的調整是... 他的Green跟... 他的綠色跟陽紅的調整 綠色跟陽紅的調整是正負時來調整 那一次的調整區 好嗎? 那它的綠色跟陽紅的調整是一旁 那它的綠色跟陽紅的調整是一旁